这个女孩天生惨疑 但不可思议的是 她拄着拐杖就参加马拉松比赛 而且还赢得了所有正常人 一部真实故事改变 感人励志 建议分享给孩子们看一看 女孩从小一条腿发育不了 只能一条腿走路 母亲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她只能和父亲相依为命 可不久前 父亲又得了脑浴血 整个家的重担就落到了女孩的头上 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在家照顾父亲 家里的钱很快就要花完了 但还要给父亲治病买药 她只能出去找工作 可因为是未成年 而且还是个残疾 就连刷碗老板都不肯用它 这天她在找工作时 看见了一张马拉松比赛的报名表 拿回家里一看 第一名奖励三仙太主 她看着家里马上就断粮了 父亲的药也没有了 再看看躺在床上的父亲 她决定去拼一下 第二天她拄着拐杖站到了人群之中 所有人都对她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眼光 比赛开始 女孩一瘸一拐 努力的不让自己掉队 运动员们也对她议论纷纷 可最后她还是被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她放弃的时候 她终于走了过来 工作人员想为她送上一杯水 可一转头的功夫 她已经走了很远 不知过了多久 又热又累 她终于坚持不住倒了下去 可她脑海里浮出了父亲那痛苦的画面 所以她还不能放弃 看着父亲曾经在她拐杖上刻的字 如果可以爸爸愿意为你受罪 但现在她要为爸爸受罪 所以她再次站了起来 同学们见到她参加马拉松比赛非常吃惊 曾经拒绝过她的老板也觉得不可思议 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 她终于走到了终点 但这一幕让人十分感动 所有人都在这里一直等着她 包括那些运动员们 没有一人冲过终点线 因为他们要把第一名留给这个女孩 原来有人把她拍了下来 然后发到了各大社交平台上 于是就有人讲出了女孩的经历 然后她感人的事件迅速扩散 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为她捐钱 在大家的帮助下 她不仅仅拿到了第一名 还让她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父亲终于能得到治疗了 她没有因为天生残疾放弃自己 更没有因为父亲生病放弃父亲 而是努力寻找救治父亲的方法 是孝道使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就算生活再苦 她都一直在不懈地坚持 所以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不要随意地放弃 咬咬牙坚持一下 早晚会过去的